哈喽金牛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Jen 那今天这个影片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 从4月1号到4月15号的2021年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这个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每个人的状况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许对于你有用的一些讯息 或者是建议就好了 然后呢请记得这个能量是永恒持续在改变的 所以呢现在这些讯息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或者是现在你是在面临或未来会遇见的一些状况 所以我会建议你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 现在可能不符合你 你可以过一阵子再回来看 那如果你有长期在看我的这个能量排卡解读朋友们 我会建议你其实你不需要太特别局限说一定是什么星座或什么日期 我会建议你可以按照你觉得特别有感觉的标题 点进去做一个综合讯息的参考也是另外一种方式 好吗 好那在今天的这个影片开始之前 然后请你帮我将这个影片按一个喜欢 这会协助我的频道继续成长跟记录下去之外呢 最重要的是今天在影片的最后 我们一样会进行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小游戏 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心中想三个问题 然后呢这个问题越简单越好 例如说我需不需要换工作 或者是说我需不需要转换一个更好的跑道 类似这样子很简单的问题 好吗那我会抽出三张牌卡 请宇宙跟天使呢来告诉你这个答案是YES还是NO 然后呢我也会跟你解释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好吗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咯 好 金牛座的朋友们呢我必须要说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我有感觉到一股非常卡的能量 你看我刚刚洗牌的时候就知道了 我其实在刚刚还没有开录之前的这个 进行冥想还有清理这个牌卡的能量的时候 其实就一直有一种不是很顺利的感觉 但是听到这边金牛座的朋友们请不要担心 并不是说你今天会非常不顺 好意思是说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 我觉得这个能量的感觉有点像是你自己困住了你自己 所以好像有些事情让你有点 不管是担忧也好困住也好 或者是你现在可能在思考一些事情也好 我觉得你就自己填空看你的状况是什么 但我有感觉到这个能量是有点卡住的 暂时好像没有解开 好吗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金牛座的朋友们这两周的能量运势 好 OK 他们说第一招呢 让我用洗牌的方式抽出来 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翻牌卡 没有错 金牛座的朋友们的确好像是有点困扰 好的 OK 好 你看第一组牌卡在过去的能量就还蛮卡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蛮清楚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牌面 好 OK 登登 OK 好 那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吧 这个呢是你这两周即将要面临的挑战 也就是这个全杖女王 然后这三组牌卡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状况 好 那这两周你暂时看不到的状况或即将要面临的问题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保健酒 OK 好像 这样看到 好OK 保健酒 OK我今天呢把这个镜头换了一个方向 我发现这个方向更好 所以大家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牌面 如果你们对于呢拍摄影片哪边有一些建议 你们其实也可以直接跟我说 那我可以做一个调整 好吗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读取一下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的这个能量的状况 好我觉得呢为什么我会说我一直感觉这个能量有点卡住的原因 就是在于在过去的状况当中呢你就是真的在思考 或者是说比如说有一件事情困扰着你 我觉得这个形容词你们自己可以特别去替换 我没有办法用所有的形容词 然后呢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让你有一点失衡 失衡是比较像是情绪上的失衡 而不是说这件事情让你整个人生大翻转的失衡 当然也会有 可是这很小部分 我觉得大部分的金牛座的朋友们现在面临到的是情绪上面失衡 然后让你感觉到很困扰很烦恼 但是哦你在这件事情过程当中 你觉得好像自己暂时找不到一个方向 或者是暂时找不到一个解决的方案 但是现在的能量场当中呢 其实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 因为情绪上面的困扰充满非常丰沛的情绪 然后呃 这股情绪有点像是你不知道要怎么去发泄跟抒发 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很生气 但你找不到一个抒发的方式 比如说你觉得骂了别人 骂跟朋友宣洩骂了一顿之后呢 可是你觉得好像这股情绪还是存在 他没有真正的由内而外的被抒发出去的感觉 这股能量还是存在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一个画面 就是你好像拿着枪在乱扫射 你知道吗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同事惹毛你了 然后你可能就波及无辜 可能回家对你的家人也大小声 可能对你的另外一半你的心情哪里就看得不爽 类似这样就是我觉得这股能量 它有一种没有被释放的感觉 然后困扰着你 然后呃身边的朋友好像有点就是也莫名其妙 这身边的人啊就是有点像是莫名其妙 也遭受到这个波及这样子 但是呢你心里对于这件事是 你很想要赶快处理它面对它释放它 但它还是目前的现状来讲 我觉得这股能量还是存在的 还是困扰着你的 ok那在未来的状况呢 你很想要把这个状况处理好 呃比如说不管是这个事件任何状况 人事物你想要一刀两断处理好 或者是把它整理干净也好 你再思考一个怎么样可以让你 嗯 我觉得你好像有点在一个课题里面 因为我这边看到一个课题的感觉是 你在学习如何控制你的情绪 你在学习如何接受你的情绪来的时候 然后你要怎么整理怎么调整怎么抒发怎么抒压 然后但是很成熟灵活的运用这股情绪为你带来的成长 我觉得这看起来好像有点深奥 但是我觉得你正在学习这一块东西 就是我觉得这个金牛座的朋友们 就是你不能每次比如说别人讲你什么坏话 你就觉得心情不好 比如说别人不顺你的意义你就很生气 然后但是你永远就只是骂骂别人发泄完 好这件事情就算了 可是你并没有从这个情绪当中得到了一个成长 跟学习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你有点像是正在重复的经历这件事情 重复的去感受这些情绪 然后重复的去探索其中的课题 然后让你在下一次或在未来的过程当中 你会变得更懂的知道说 为什么我有这样的情绪反应 我要如何学习这些情绪提醒了我什么样的状况 类似这样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为什么一开始 我觉得这能量很卡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某部分金牛座的朋友们 并没有去正式面对到这个情绪底下的 真正存在的状况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宇宙要我传递给金牛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对你来讲 情绪成长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好吧 好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宇宙的验证牌卡 有什么样的验证牌卡 要告诉我们金牛座的朋友 好 我们首先的这个验证牌卡 也就是这个 看这是权杖女王 然后这个是权杖二 我觉得这很明确的就是在告诉我说 这个权杖女王这个挑战 有点像是说 你如何在这个情绪的波动 比如说你很生气 你很伤心 你很愤怒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如何将这个情绪变成是一个 我觉得变成是一个转化吧 然后变成你的宝藏 变成你从中学习到什么 原因是什么 你可以注意看这个权杖女王 她手中是一个有一个小火花的 你知道权杖女王是充满力量 充满这种会让你感觉到很兴奋 很热情的感觉 但是你如何把这个兴奋感觉的这股情绪哦 我讲的兴奋跟这种热情的感觉 不是只用在开心快乐 而是说如果这一股愤怒来的很强大 这股伤心来的非常的透彻 那你怎么样去转化它 原因是因为你看这个权杖女王 她把手上的这股热情 手上的这股能量 她带着她手上的这个权杖 如何将它转化成像她这么开心 诶我在其中发现到我要学习的课题 我觉得这是这一张权杖女王给我的能量上面的感觉 那这个权杖二呢 我觉得有点像是说 你现在正在想我如何把这个东西 变成我手中的宝藏 所以我觉得这张就是验证这张权杖女王的牌卡 然后你在想我该怎么处理 我要该朝哪个方向 我该怎么样做决定 怎么样做转化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印证的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学习这个情绪成长的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是宇宙给你一个很好的提示 然后我觉得你要认真的去思考跟转化 看见这个情绪当中的课题 这样 好OK 接下来我们来看呢 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 怎么样呢 宇宙有什么样的这个牌卡验证来给你 OK 第一张 没有错 我觉得你现在就是有点像是在 好 为什么觉得突然很想笑 不是笑你 请不要 请不要误会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呢 你刚刚这边呢 我们是不是有说到这个 你抽到这个权杖女王 对吧 那你现在抽到了一个权杖国王 抽到一个死神牌 还有一个钱币六 这三张验证牌卡 让我的感觉是 我先把这三张分别拿出来给你看一下 我们第一组牌卡分别抽到是 Justice 跟圣杯士 还有这个保健五 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困在这个情绪当中 你不知道怎么找到一个平衡 所以这件事情让你很困惑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烦恼 或者让你觉得很阿扎 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好我们刚刚前面这已经解释过 我就不说太多 那验证牌卡为什么是这三张呢 我觉得原因是因为 你也很想从这个状况中逃脱 你也很想从这个状况中成长 我觉得你们自己去套用你们自己的故事 好吧 但是呢你一直在想怎么样可以找到一个平衡点 怎么样我能够在情绪来的时候 我该怎么样抒发 我该怎么样调整 我该怎么样去学习 我该怎么样去看到 这中间当中带给我的好处 益处跟成长 原因是因为呢 这个权杖国王 你看哦 他正在看这个死亡的这张牌卡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能够拿起这个权杖 成为自己的主人 你懂我的意思吗 成为你自己情绪的主人 所以我觉得在过去的过程当中 你正在学习这一块的课题 那现在呢 我们来看以后的验证牌卡 对于你现在这个状况 有什么样的解释 这牌卡用飞奔的速度冲出来 再抽一张 我觉得呢情绪 嗯 我不会觉得情绪是一种困扰 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说 这些情绪对我们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因为我觉得 嗯 怎么说 这个我等一下解释完牌卡 再跟你们讲好 好那我们这个验证牌卡呢 是这个权杖骑士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judgment 然后还有这个圣杯式 好 我跟金牛座的朋友们讲一下好了 嗯 你看 你刚刚第一组已经抽到圣杯式了 宇宙给你圣杯式 验证圣杯式 代表说这是一个你非常要去 嗯 怎样 你一定要去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 好吗 因为呢 我常常在抽牌卡的时候 牌卡是互相验证的 那你们有看到这个是有洗牌 代表说宇宙是想重复提醒你这件事情 所以他才会重复的牌卡出现 那这句 呃不是这句 这这这部牌卡呢 这个验证牌卡 让我有点感觉说 我们刚刚有讲 你在过去这个状况当中 你很想找到一个突破的方式 你很想要能够想看看怎么样去调整 去面对去学习这个成长 所以呢 你有这个权杖骑士的出现 你正在朝向这个 权杖国王的这个方向 你就是等于是你要成长了 你懂吗 你不能只是一个骑士 你要成为一个权杖的这个国王 还有权杖女王 所以你正在思考你该往哪个方向 然后这边呃我必须要跟天 呃不是天 呃金流座的朋友们讲 这个是老天也要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情绪他会来也会走 但他需要一点时间 没有人会在一瞬间就说 哦我现在懂了 我现在很生气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攻击到我的自我价值 哦我现在懂了 为什么我很伤心 因为这个人呢批评我的哪里哪里 然后让我感到很伤心 可是其实我心里不是这样的人 你不会一天领悟这些事情的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judgment有点让是 呃有点让我感觉说 这是一个天气 有点像是说 这件事情或这个人事物跟状况点醒了你 然后让你真正的深入你的情绪 去看到你的状况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你的状况 为什么会引发这些课题 你的状况为什么会引发这些情绪 然后你需要时间跟这些刚刚好发生的状况 去引起你的注意 然后你才会去正式面对这件事情 跟这些情绪 所以我觉得 呃我觉得这是有一点时间上的安排 之外呢还有一点是 这是需要花时间去消化的 所以你得给自己一点时间 好吗 因为你看这边有一个圣杯式 我们刚刚讲 这已经是一个验证牌了 代表说你正在树下思考 诶我该怎么做 当这个情绪来的时候 我该怎么做 原因是哦 这非常有趣 我有时候还蛮喜欢这个 呃就是塔罗牌 它每一副塔罗牌有不一样的画风 不一样画法 因为它完全会去验证 当事人目前的能量跟状况 你看哦 这是你第一组牌卡对不对 你就是像这样子的人 我不想看 这些情绪来的时候 为什么我要接受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牌卡 是我朝向这个方向 我不想看这个情绪 这个情绪是 这边有另外一个人 把这只手传过来哦 因为水就代表情绪嘛 对不对 那圣杯呢 它把这个情绪递过来给你的时候 你就会想 为什么我要接受 我该怎么接受 我这边还有很多情绪 都还没有处理 你连看都不看 你这边的情绪 旧有的情绪也不看 新来的情绪 你就是接了又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你眼睛一直看别的方向 你不想去面对 不想去处理 可是 这边有个很重要的讯息 我要给你看一下 从这边切一半好了 你看一下 这边是彩色的哦 这边是彩色的 红橙黄绿蓝电子 这边呢就是一个晴空万里的状况 没有错 你正在假装这一切都没有问题 这一切都过得很好 我不想去看 我就当做情绪这些圣杯 我就放在这边累积就好了 反正我不想看 我觉得我很OK 类似这样的感觉 但是你没有去想过说 这些情绪 如果你把它转换好 这是老天爷 你看似好像是敌人送给你的礼物 或者是送给你的这些情绪 愤怒伤心难过 或者是悔恨 都好 你自己放进去 你想要放的信用词 你没有看到 这是老天爷伸手 送给你的一个礼物 如果你把它成功转化了 它会变成是彩虹的 它会让你学习到很多的 你不会只有这样子的蓝天 你可以成为这所有彩虹的全部的颜色 都会在你的生命当中 可是 你现在有点逃避 你不想看 你甚至把自己的手 放在你的脸上 撇向一边 我就是不想看 但是现在的你 我觉得你已经在成长了 为什么我会说你已经在成长 原因是因为你看 你现在起码会觉得 老天爷把这个东西送来给你了 我要不要接受它呢 我这边还有三个情绪还没有处理好呢 那现在我又面临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人事物又带给我另外一个新的困扰 或新的情绪状况 我到底要不要正面去接受 你已经开始在思考这件事情 你已经开始在成长 你已经开始在这个状况当中去领悟到一些 你觉得你应该要去面对的事情 好吗 那我会跟金牛座的朋友说 你不要觉得说 这完全只是情绪上面的问题 也有可能是你做事的方式 也有可能是你的就有的习惯 也有可能是你就有的想法跟信念 都包含这些情绪在里面 好吗 那我们接下来呢 来看一下宇宙的验证牌卡 OK 我觉得这边有一个特别的讯息 是要给金牛座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要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就是你要变得成熟一点 好吗 不是说你现在不够成熟 而是宇宙有一个讯息 要我告诉你是 你要能够以更客观成熟的状况去看待 为什么这些事情跟这些情绪会发生 不然你永远都只会觉得 这是别人的错 这是别人影响我的 这是他们哪里做的不好 那关我什么事 就是你会用一些不想去正式面对的状况 就像刚刚我有讲嘛 这个圣杯式的状况 现在是变成是老天爷或者是宇宙 要给你一个机会 能够真正的去面对一下 你现在这个状况跟问题 好 那我们在未来呢 我们有讲过说 未来能量其实它是持续延续的 你在想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去处理这些状况 不管你现在遇到怎么样的人事物 因为你已经想要把这个重担放下 你会觉得说我一直抱着这个东西 到底该怎么样才 怎么样做才会比较好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想要把重担放下来排 所以没什么好解释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一张牌 他们有特别叫我指出这个钱币式 这个钱币式呢 你看哦这个人是双手 有点像逆向 就有点不太符合逻辑的 拿着的方式你知道吗 他很像是要把这个 就是钱币这样子转过来转过来 然后呢宇宙说叫我特别指出这个状况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这个钱币开始转动的时候 相对这些钱币这些钱币也会开始转动 你就不会在那么固执在某一个点上面 宇宙说的朋友们 有一些时候会太固执在一个点 然后就走不出来 但是这个钱币式呢 是特别要告诉你说 你要开始转动了 这个钱币转动之后 你才能够进行一个切割 你的情绪才能够变成一个转化 你才可以战胜这些所有 你过去你看哦 这边是一片大海 你才可以成为这个胜利者 把这些呢困扰你的情绪 困扰你的状况 困扰你的人事物或旧友的习惯信念想法 跟作为 你才可以通通克服 你才可以拿这几把剑 成功的去跨越你现在遇到的状况 去跨越你现在所困扰你的事情 好吗 所以我觉得你在未来这两种的状况 是你正在学习如何面对 处理这些所有人事物 情绪上面的一些影响干扰 还有你对于旧友的一些模式 你已经觉得不再适用了 或者是不再符合你现在所需求的 所以你正在进行一个改变跟转化 那在这两种里面到的是这个 面临到的是这个保健9 那保健9 其实说实在的 也就是 如果以简单的排意上面来讲 它当然是一种情绪上面的困扰 但是我会觉得说更重要的是 就是我觉得这张牌卡让我有一个感觉就是 你终于得到了一个真正内在的释放 所以你看喔 他眼面大哭 就是盖住他自己的脸 在眼面大哭嘛 然后但是 当他在处理这些所有的事情 跟人数跟状况的时候 你看喔 所有的乌鸦里面这边有一只白色的 代表这一个呢 好的改变 好的转变 好的转变 已经将要来了 好吗 所以我会觉得说金牛座的朋友们 不管你现在面临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是情绪 我觉得要等的去 相话处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他们说拿这张 没有错 你看吧 为什么会说这个 保健9的验证牌卡是这个圣杯女王 圣杯女王是一个充满情感的一张牌卡 你懂吗 你要能够去面对跟处理你所有的这些情绪 跟所有的这些内在的这些翻云覆雨 翻云覆雨是这样用的吗 就是所有内在这些非常搅动你内心的这些情绪感受 你要去面对 因为你看 这个圣杯女王是一直在看这个圣杯里面 我想看看里面到底装什么东西 你可以看她的脸 她可是有点像凶狠狠 恶狠狠的 瞪着这个圣杯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感觉像是 你终于勇敢的想要去面对这件事情 去看这件事情 因为呢你看哦 她可是被这个茫茫大海围绕着 她是坐在一个小岛上面的 所以不得不让你自己去正式面对这件事情 而且你可以看到她的那个表情 就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吧 她就是真的很认真的在看 我到底该怎么做 我到底该怎么处理 对吧 好所以呢 我觉得金牛座的朋友们 这两周或许你有很大的情绪上面的起伏跟变动 但是我觉得一切都是朝向非常好的状况去前进的 然后我觉得宇宙最后有一句话想要我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 也就是情绪它会来也会走 但是在这个来跟走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懂得如何去学习其中的课题或者是成长之外 你要懂得能够去接受你自己所有的情绪 不要把这些情绪拿来攻击你自己 这是宇宙最后要我告诉金牛座的朋友们 好吗好那我们就来进行天使下凡来解答的这个小游戏啦 请你心理想三个问题 然后呢我会抽出三张牌卡 请天使跟宇宙来回答你这个答案是yes或no好吗 好那这个呢yes或no的这个答案其实是可以被改变的 因为你会根据你个人的意愿能量状况跟选择 他可以把yes变成no no变成yes 或者是yes变成doubleyes OK好吗 就变得一个更好的状态 因为呢这个呢我现在读取的这个答案是现阶段 你看到这个影片的能量 他随时是有可能会持续的改变跟变动好吗 好那你想好你心中的问题 你看哦 我不要你看我在解释牌卡的时候 牌卡都不会卡 但是每次只要要抽这个第一副牌卡的时候 他就会卡住 所以我觉得金牛座的朋友们 你真的现在就是要能够懂得去梳理你自己的情绪 一个梳理现在你所面对到的状况 好吗 好 我还真的是 这一次影片第一次录到这样子牌卡洗得很卡 你知道吗 好OK 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好了 好了想好了吗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yes或no 我们转过来看一下 这个答案是yes 那这个答案是yes的能量呢 我觉得这个感觉有点像是说 你不要坚持己见 你要多听别人的意见去做一个调整跟改变 这件事情才会是 怎么讲 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所以答案是yes 你必须这么做 那答案就会是yes ok好 第二个问题答案是yes或no呢 如果你觉得问题跟问题之间时间太短 你可以按暂停 好吧 好 第二题答案是 ok 这个你看 你这两张牌卡根本就是互相验证 真的不要太执着 或者是卡在自己的问题点 第二个答案也是yes 好 这个能量让我有点感觉 就是像是说 你看咯 ask for help from others 然后这边是help from people 我觉得这两张牌卡完全就是你真的要听别人的意见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两张这个牌卡呢 我的感觉是 这边是有点像是 你要听别人的意见做一个好的调整嘛 对不对 这张牌卡是我觉得你太坚持己见了 所以你一定要能够放下自己的执着跟你的想法 然后呢 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让别人帮助你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而不是说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来 好吗 所以这个答案是yes 好 第三个问题答案是yes还是no呢 这个答案是我觉得是no no的原因是 我觉得这个能量场让我感觉有点像是说 你暂时没有看 没有办法看到这件事情的另外一个面向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 怎么讲 比如说这件事情跟这个状况 你问的这件事情跟这个状况好了 它有点比较像是one side story 有点像是说 你好就像这张牌卡 你只看到这一面 你没有看到背面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所以你变成是有点像是你以你自己主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你要能够去找到另外一个角度或请求别人的帮忙 协助你去看到这件事情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然后呢 你才会有一个更清楚清晰的答案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这个答案是no的原因在这边 好吧 如果呢 以上呢 有符合你的状况 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故事给我 我会非常开心 也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到你的朋友 然后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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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